大家好 这里是龙哥驾到 两个好消息 第一粉色的mini和蓝色的pro我都已经抢到了 24号以后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个分享 第二就是一个不小心我全网也有5万的关注了 感觉自己好像终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观众缘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既然iPhone13还没有上手 本期咱们就分享一点我个人当下最常用的几款包包 有吐槽有安利啊 老聊苹果你们看的也没趣味 我自己也无聊 我看我观众群体有70%是女神啊 那如果愿意看下去就当送男朋友的礼物的一个参考好了 让我们从小往大数啊 先是这款Barrell的Slim 大概折合人民币600元左右 也算是澳洲本土的品牌 造型方面的话虽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款包还算是时尚的 我之所以买呢 主要是在于它的这个细节真的是深得我心啊 首先是这个磁吸扣 这个磁吸扣是这种直接一扣上来的 就跟高端一点的滑雪头盔那种锁扣是一样的 你一拉是拉不掉的 真的是又实用又方便啊 薄薄的两侧还有这个压缩的设计 就是你塞东西越多它就涨起来了 塞东西越少你随着重力它就会压的越扁 当你背到身上的时候就更紧凑也更服贴 然后在我有限的这些购买经验里 这是独一份的设计 这款包的外层用料还是能防一点水 内层有两个拉链 然后里面分层也挺多的 用的这种钥匙扣也不像很多小包用的那种小钥匙扣啊 这种大圆形的钥匙扣会更方便更好用一点啊 它最里侧还有一个两侧都有点融的这个独立口袋 如果你有东西怕刮花可以丢里面 虽然我从来没用到这个功能 毕竟我可能除了这张老脸没啥东西怕刮花了 好让我们再大一点 我平时有时候会带相机出门 Barrell那个小包显然是不够大的 那如果你看我之前分享PickDesign45身背包 那一起应该记得 我提过里面那个small cube的内胆包是可以独立使用的 该有的配件我也都是齐活的 但是我用了一次以后我发现 我实在是嫌那个拆别针有点麻烦 其实也没多麻烦主要就是我懒啊 所以呢我就又买了这个六神的PickDesign的小背包啊 当然可以转换成小腰包 大概折映人民币1000块不到吧 然后就是那个small cube的内胆包 如果我要带相机要带那个飞机 我就从大包里把内胆包拆下来装飞机 毕竟飞机很快就会没电嘛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内胆包丢到车里啊 或者放到一边 那这个六神的PickDesign的小胯包网上其实分享应该还算是蛮多的 毕竟各方面设计也是相当爆 然后配件跟我其他的PickDesign包也是通用的 我就不最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 一搜肯定一箩筐啊 唯独就是有一点我稍微吐槽一下 它本身的设计是可以放下11寸的iPad的 但是呢 塞进去是相当吃力的 如果是带着这个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键盘套呢 然后就会更吃力 如果再放台相机呢 就更更吃力了 那为了让这个口袋能够装上 拍上用场啊 我就一直在想要不要买新的iPad mini 虽然我口头说不买 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 蠢蠢欲动啊 下面就到我的双肩包了 那我最常用的是这一款GoPro的上一代的seeker 现在出了新款啊 折合人民币也是1000块左右吧 我现在日常如果背电脑 但是不需要背相机的时候呢 我也会用这款包 这款包功能性真的很强啊 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我很喜欢滑雪 那这款包也是真的是非常适合滑雪啊 这个上方呢 是可以看到专门放GoPro的和电池的这个夹层啊 四周都是很坚固的这个缓冲层 非常结实啊 你看这个包的战损都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到处摔 但是这上面的这个部分还是非常笔挺的 那滑雪不拍片 岂不是白滑雪了对吧 那最近GoPro又出了屎啊 可惜澳洲雪姬又过了 然后显然也无法出过滑雪啊 然后每年GoPro出新品都是澳洲雪姬之后 真的是很气人啊 跑题了 我们继续说这款包啊 前面拉链的这个小口袋内外两侧都是绒 而且这个小口袋到最外面并不是一层薄薄的防水布啊 而是有一层很厚很坚固的缓冲啊 至于这个包的内部呢 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口袋啊 塑料的有这种布的 然后还有一个我从来没有用过的 绑袋啊 其实也是为了让你在极限运动的过程中啊 包里的东西能够更紧凑 配合腰部的绑带就可以进一步减少包包到处甩带来的重心偏移啊 虽然我腰部那个绑带啊 就这个地方这个绑带已经搞丢了 然后这一侧有一个这种绑带 松紧带的绑带 可以固定那个自拍杆放在侧面 这款包的后侧还有一层拉链带 可以放入一个15寸的电脑 然后靠近 背部呢 这是一层非常厚的保护缓虫啊 背着这个包就相当于穿了 一个 背部的护甲 更重要的是这个包还支持喝水系统啊 你可以用这个把水袋挂住然后上面有一个孔你可以把吸水的这个管子从这里延伸出来 然后固定到这个包包本身就带这个配件上面 当然作为GoPro的包啊肩部背带还是支持GoPro的这个快胎座 这个蓝色的几个孔呢也有附带的配件就是GoPro的胸拍配件 虽然穿上真的挺傻的 我一次都没有用过 最后外侧的这两个部位啊还可以挂额外的绑带 你要是登山滑雪就可以像你看那个滑雪大片的一样啊 把雪板背带身后 这么多功能对应1000人毕业 对我来说还是挺划算的 接下来就该说到我之前专门做过视频啊 分享过这个pickdesign45升的双肩背包 它其实是30升到45升可调啊非常使用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要配合这个内胆包使用啊 总价加在一起还是相当昂贵的 那这款包呢是我现在最最常用的一款包 非常好用适合所有的摄影爱好者或者是从业者啊 对它有兴趣的风楼可以看一下我此前专门分享它的 那期视频啊我就不过多赘述了 最后今天压轴登场就是这款 Pelicon的器材旅行箱了 非常坚固啊 我看国内好像也有一些厂商开始做类似的产品啊 看到一些分享价格非常便宜啊 质量好像也还蛮不错的 那Pelicon呢是世界 非常知名的安全箱品牌 它加的东西算是比较贵啊 我这款1535的L系列 那有气阀丢到水里也不会漏水啊 尺寸可以带上飞机也是相对它的同系列产品算是比较轻便的 算上这个内阁层啊 价格折衡人币大概3000左右吧 有三种内档 我选择的是这种魔术贴的内档啊 比较灵活 有点重要放在旁边啊 另外两种呢 一个是海绵的 一个是trackpack的 海绵的保护性更好 但是空间真的挺浪费的 trackpack的收纳很清爽 但是并没有什么灵活性啊 对于我主要的用途呢 就是一些阴雨天出门拍摄会把背包里设备转移进来 毕竟peakdesign那款背包虽然也能防点水吧 但是耐不住拍片的时候 你没准会丢到旁边地上淋雨 对吧 往死里糟 毕竟包包再贵也是装设备的设备多贵对不对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有没有用都点个赞呗 感觉对于女生观众没用的知识点 又多了对吧 如果能帮你不小心安利到了某款包 也是我的荣幸 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就坐等iPhone上手体验吧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 See you Bye